中国城 第五大道 时代广场 中国领事馆 中共国家恐怖主义暴行展的主要发起人 雕塑家陈维明先生历时15天 终于将这个移动展览中的民主女神 从美国西岸的洛杉矶带到美国东湾的纽约 与自由女神相见 并在民主女神向前发表演讲 我们中国大陆同胞享受跟美国一样的自由 民主女神相高三米 使用了大约450磅的玻璃缸 耗时半年完成 她高级火炬 与纽约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遥遥相望 陈维明的民主女神相 以六四运动天安门广场上被推倒的民主女神相 为蓝本和灵感 我崇尚艺术 爱好自由 正因为六四的时候太多的血腥 使我认识到追求自由的艺术家 如果这个社会 这个政治是不平等的 不公义的 那么它就不会有自由 中共国家恐怖主义暴行展是个移动展览 他们把照片贴在房车上 吸引路人目光 虽然陈维明用中文演讲 房车上贴的说明也大多是中文 但他对这次移动展览有信心 美国人哪怕就像我们中国如果很小的字 只要看到一个字他就会领悟所有 而且作为一个雕塑 他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我们在拉斯维加的时候 人家看到这个雕塑 Oh! Statue of Liberty! Freedom China! 所有人都是这样 团队里唯一的非亚裔女性成员 莱斯利在89年六四发生时 人在北京 她亲眼看到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被推倒 看到民主女神像被砸碎了 变成瓦砾 空气中弥漫的味道是火药味 熟肉味和头发烧焦的味道 我认为团队需要非亚裔的面孔 所以我加入进来了 在纽约街头 陈维明一行吸引不少游客驻足 我有些好奇 因为我看到那位女士举着一个火炬 也有旁观者不以为然 我觉得演讲者很有激情 可是我没明白他说了什么 我们看到这个 好奇为什么摆着自由女神像不看 却要看这个 而且他们都穿着T恤 他们都是中国人 都讲中文 好像在做私人聚会 那我觉得最好不要上前打扰 这次暴行展团队一行九人 由洛杉矶中国民主平台等组织发起 纽约执行之后 他们会在未来几天向华盛顿特区进发 把民主女神带到美国国会山 带到中国大使馆 美国之音VOA卫视 纽约报道 多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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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执行之后